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和大家討論2023年第44個星期 股市的開放 歐美股市仍然向下 S&P500 4117點下跌2.5% NASDAQ差不多2.6%下跌12643點 美國爾巴的衝突 未至於可以說是升溫的 地面暴倒的攻擊開展了 同一時間聯合國也好 歐美各國也嘗試關注 究竟以色列攻打加沙地帶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人道維持水電 物資供應 以色列有部份情況下 就不讓記者去採訪 Anyway 估計這個尾巴衝突 又會好像俄烏戰爭一樣 維持一段時間 當然俄羅斯有很多路數 去支持這個戰爭的時候 再加上他出油 以戰養戰或者油養戰 磨爛席的時間會相對多 目前也有不少國家開始 來抄底 或者減少對烏克蘭戰爭的援助 怎麼算也好 俄羅斯是輸的 只不過是多久時間去陰乾 這個哈馬斯的組織 相對來說 那局的援助就會少很多 所以 或者 會在一年內 去結束 以此你自己都調低了自己的經濟預測 但也都對全世界 因為信心 或者是確定性 是會有影響的 但實際來講 那個影響就不大 你可以看到 油價都有一定程度的回落 當然 接下來也會隨著局勢 發上發落 也有少少左右到大市方向 目前來講 都是焦點 由第三季的業績 今季多有趣 從來都不是焦點 然後轉移去 究竟下個星期 那個加息 會不會是加25個basis point 還是維持不變 另外就是 聯儲局會不會繼續放鷹 又或者會有一定程度的軟化 那怎樣也好 就像加拿大央行一樣 即使是維持利率不變 不再加息也好 但是 你未至於它繼續放鷹 但是很明顯 它就已經減低了 它的GDP經濟的預測 但是同一時間 它也都估計 去到整年裡面 那個通脹 相對於它之前的預測 為之高 本來就是2.9%通脹 那現在升到上3.3% 那麼會呢 要去到2025年 現在才覺得 那個利息是回穩到它 它自己的水平2% 到時如果又有一些情況 發生的時候 左右到 例如供應鏈 各方面那些 這樣又會延緩了 所以這樣 你看到 美國又或者加拿大都好 應該都會繼續維持 那個量化緊縮的系統 Anyway 多人多指數 亦都跌了2% 去到18,737點 倫敦富士100指數 跌得溫和一點 1.5%下跌 7,291點 那麼最帥的呢 可能是港股 恒生指數 跌到爛的時候 在17,737點 即是叫穩一點 那麼1.3%上升 17,399點 但是因為港股是收市早一點 早了半天 那麼所以 如果你美國 那麼星期五的時候 你錯了下去的時候 那麼可能呢 恒指呢 在星期一又會錯一點 都未頂的 那麼 那麼 有網友問 這個長和怎麼看呢 會不會進一步下跌 那麼 他自己本身的公司 我就覺得是很穩的 尤其是呢 在這個的下半年 無論是美國 這個的中國 或者是歐洲 他們那個出入口 那個數字都是相對地增加了 那麼這個呢 對他那個港口經營的業務 是會有那個正面 那麼這個在之前預計過 那麼 那麼同時間他自己的內部分析 都有這樣說過 那麼如果其他的板塊 我都覺得 是會平穩地 Either 那麼好像這個的零售 或者是這個的公用 那麼那個業務呢 是會相對地躺平 或者其他的可能有一定程度 微額的升幅 那麼已經呢 已經是可以支持到那個股價 因為你錯了下去 那麼那麼 那麼那麼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港股進一步下跌 save for example 去到 即是萬五點的那些水位呢 那麼你 即是大圍扯下去 哪怕他的業務 其實呢 就九成都是 不在香港 也都不在大陸都好 都會呢 受到那個一定程度拖累 那麼 以照呢他可能呢 又會再進一步 坐下去 去36 37 那些水位 那麼那個網友說 會不會真的 如果真的跌到 港股萬五 他會跌到到30呢 這樣 那麼你 從一個 真是 知不支持到的位置來講呢 就永遠 不確定的 那麼但是呢 當你錯到下去 那麼厲害的時候呢 那麼你始終有一部分的 價值投資者呢 就會走出來托市 包括我自己在內 那我真的跌到39元 這樣我都 在over the counter 進多了一點的 那麼只要有一班 這樣的人的時候 這樣呢 你其實呢 就很難再錯下去的 那麼 那麼 所以 當然啦 我們偉大的主席 很多的 增加了很多變數 那麼 真的永遠都不知道的 那麼 例如這樣 這個禮拜 全來就是這個 國家前主席 就是總理 李克強 過身 那麼很多人就覺得 那究竟他是心臟病發 還是被心臟病發 那麼 怎麼都好這樣 網上有幾多 反應的熱烈 無論是香港 轉戰了外國的香港 大陸朋友 又或者 在中國國內都好 那麼 即是 某程度上 你都可以說呢 他是不是一個好的總理呢 就很難說 那麼 但是呢 他絕對是在他任來 基本上 沒有什麼作為的 總理 那麼 被習大大 壓軌著 那麼 就算他有作為的話 他可能一早已經 拜拜了 不會等到 他可以 光榮地下台 那麼 就是 在這個 這樣的角度 來講呢 那麼 任何這樣的事情發生 都會指向了 某一集大大的呢 那麼也都反映了 國內 國外的 偉大同胞 那麼 對於呢 現狀呢 某些的不滿 那麼 這個呢 我相信呢 是不少人的共識 那麼 隨著這個的經濟 那個的環境轉差 或者是 樓市狀況轉差 那麼 那麼 反映了出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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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不是他下手 各方面 那麼 我又覺得 未必是 不過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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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很多官方的報道呢 可以證明呢 其實 他呢 就 未至於樂於見到 但是絕對不會傷心地見到 這位 前國家領導人呢 的拜拜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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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經平均指數都是下跌0.9% 30992點 那麼 所以呢 全個禮拜呢 我追測的那些股市呢 就只有香港呢 是這麼威風的 那麼 因為總理說 應該就沒有什麼關係 那麼 那麼 油價方面 跌3.6% 去回85.14美元 一桶 仍然都高過 就是 以巴衝突 alance 了之後 的 23元那個位 但是呢 其實呢 相去不遠 那麼 回復一個相對的正常 直到下一次又可能 不知道什麼 衝突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麼 反而天然氣價格呢 就輕微了 就是 因為 平時一向都 了 那麼 上升6% 去回呢 前個禮拜的水位 金價也都上了一點點 1.2% 從上2000元 一盎司 2005元 那麼 一盎司的 那麼 債市方面 那麼平穩 大家都在等待著 那麼 都有輕微地下跌 那麼 三個月下跌一個basis point 兩年 十年和三十年呢 就各自都是下跌六個basis point 挺有趣的 那麼 因為呢 之前呢 那個股市大塌 就是因為 那個債息上多過5% 那麼 但是呢 現在呢 回落了十年債息呢 就是4.85厘而已 那麼 當然也是高 但是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股市又不上升呢 那麼所以很多時候呢 這些東西呢 羅列出來 那麼我覺得呢 純粹是一個呢 是調整啦 那麼 就是至於這個 大豆 和這個 粟米 就不是太大的轉變 轉變得比較多的呢 就是小麥 那麼繼續錯下去 下跌13.8% 是不厲害的 那麼 這個匯率方面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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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圓繼續強勁啦 尤其是家圓 當宣佈不加息的時候呢 那麼 跌多1.1%對美元 那麼 其他呢 都是沒有太大變化的 那麼 那日圓呢 就曾經 衝破了 一五輪 那麼 但是呢 之後呢 又回回 那麼現在呢 都是在做149.6%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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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麼 那 都是 然後 說 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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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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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 那麼 早过我预期掉了Netflix 进入多了这个Google 还有这个Ambridge 还有就是刚才说在Over the Counter 进入了一些长和的 如果算回港市价 就是40元以下的时候进入 这个就是我今个星期的操作 继续看看 接下来11月就会多出加拿大那边的第三季业绩 拭目以待 今天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billybarra talk 这个分享 纯述个人的意见 股票自己投资,自己研究,自己买,自己负责任 非常重要 所以仅供参考